经济不景气 有人被破放无薪假 有人被裁员 青年级生蔡宛如 在一年多前 她的公司遭到了合并 她因此被裁员了 面对人生的困境 乐观的宛如并没有气馁 靠着政府给的失业救助金 她苦学做着自己非常喜欢吃的优格 这个优格呢 她是用百分之百的鲜奶制作的 而且说在过程当中呢 完全不加任何一滴水 也不用防腐剂 甚至呢不加任何的添加物 她开始在网络上面贩售 做起了这样的小本生意 没想到意外地打响了知名度 那么也因此呢 开创了她更精彩的事业第二春 鼓溜鼓溜端一端的外表 让人看了好想赶紧尝一口 她的东西比较扎实 然后不会像市售就稠稠碎碎的 像一般市售我大概吃了一个 我就不会想再吃第二个 但她这个我会觉得 好像吃一个不够会一直想吃 有那种刷水的感觉 又会一直想再吃再吃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健康养生 体内环保 老板蔡婉如从小就超爱吃优格 因为喜欢让她决定自己动手做 一头栽进优格的世界 这时候的优格它都太甜太腻了 然后我就想要做一个 比较清爽一点 然后也不会那么腻的优格 要做就做最好的 蔡婉如的想法很单纯 因此没想太多就决定用市售知名的百分百 纯鲜奶来制作 过程中不加一滴水 而且做优格最重要的是温度掌握 加入鲜奶隔水加热后 温度最高只能来到72度 温度已经超71了 超过不能超过太多 就是它的那个维生素跟矿物质会被破坏 这是巴士杀菌法 法国维生物学家巴斯德所发明的消毒法 不用煮沸的方式彻底消毒 因为这样会让牛奶风味流失 利用巴士杀菌法就能消灭牛奶里含有的病菌 而不影响牛奶本身的味道 因此成为乳品加工的重要环节 宛如眼睛紧盯着温度计上的刻度 轻轻搅拌 正在加热的鲜奶 小心翼翼的温柔呵护 因为它就很像baby一样 要很小心地照顾 很小心地呵护 对啊 做优格控制温度是一大关键 温度最高72度 接着降温到40度 因此得要换冷水来达到降温目的 不然温度一过的话 就是会怕发酵不好 注意琐碎的细节 不加防腐剂 不含明胶 动物胶 不加人工添加物 真材实料制作 菌种的选择也有各种学问 因为吃了很多种嘛 然后它因为不同的菌 吃起来的口感跟那个风味都不同 然后最后是选的这个 是因为它除了它有七种不同的菌之外 它的风味也特别独特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宛如灌溉 用心跟细心才能做出品质好的优格 降温之后还得要再过滤一次 滤掉鲜奶中微细的杂质 才能让优格口感更滑顺 那我们选用的这个滤子啊 是那个牧场在过滤生乳的滤子 它的质地比较密 所以吃起来会更滑顺 网路创业一年多 宛如的生意渐入佳境 11月甚至创下5天卖出了上千杯优格的绝佳业绩 当中不少是回流客 让它越做越起劲 一杯优格能化生成多种料理 无论是淋上果酱 还是淋在生菜上当健康沙拉酱 或是跟水果一块加进果汁机里头半打 美味又健康 优格也可以做成水果油肉卤哦 在果汁机里放进无糖优格 跟冷冻蓝莓加少许水 一杯新鲜的蓝莓优肉卤 在家里也能自己做 但殊不知现在的优格老板 过去曾被裁员 靠失业救济金过日子 刚好公司合并啊 然后我就被裁员 那裁员之后就想说 可以自己找一下另外的出路这样子 失业的岁月尽管难过苦闷 但宛如没有虚度人生 吃到表哥做的优格啊 就是非常 吃完就是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然后我就想把这个幸福的感觉传给 也分享给更多的人这样子 还好个性乐观 他跟念迅产系的表哥 请易如何学做 好又不甜腻的优格 小小的工作室里 观察他的工具设备 其实很可难 就用了最简单最平常的温度计 然后自己想了一点创意 然后把它夹在那个锅边 然后就可以固定这样子 创业基金不够 买不起的就先借 不能借的就自己动手DIY发挥创意 没有额外的广告费为了开发客源 他一个人在骑楼举办试吃大会 逐渐打响名号 为了服务客人 只要住在附近 一通电话尽管下雨 蔡婉如二话不说 穿上雨衣 骑机车送过去 好 老师我来送优格了 蔡小姐你好 很绵密而且非常的扎实 吃过的朋友每个人都赞不绝口 游格来了 哇 游格来了 这下面无糖的 不怕苦只怕没客人赏事 认真地打拼生活 我们都还是上班族的时候 就是平常下了班或者是假日 都会先约说要去哪里吃东西 去哪里玩 最近比较找不到他了 对 他比较忙 就是他要先约约 创意之路刚开始并不顺遂 想注册商标 店名竟跟别家店重复 无法注册 印好的纸盒通通作废 血本无归 让他超沮丧 索性一路上有家人跟先生的陪伴 老婆开门快点 就是早上大概都是八点上班 然后下班大概五六点左右 然后晚上回来 我如果再做优格的时候 他可能是七八点的时候 又要再帮我一起做优格 这样子 就很辛苦 真的很谢谢他 我就是雜工啦 就是什么都要做 就是在旁边搬搬种的东西那些的 就是可以帮忙就 帮得上就帮忙 对 曾经因为被裁员生活茫然无助 但也因此孤注一职 勇敢创业 找到人生新方向 就是老公 谢谢你这一路上的支持跟帮忙 好 你目出我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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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